今日AT國股推介是中電訊728 選選原因是港股交投淡靜 短期後市反覆 策略適宜偏向保守 選股方面,除了營起股有望特位之外 穩健的價值股有較大機會會跑人大市 眾志電訊股,盈利穩定增長和派發高息 股值吸引並且具防守勝 可以留意中國電訊 中國電訊去年派息比率增加至60% 2023年逐步提高至超過70% 並且由今年起,宣派中期股息 增添股價的吸引力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 中電訊2021至2024年 每股派息的複合年均增長率 大約是23.8% 2022至2024年 股息率分別是8.6厘、10.2厘和11.1厘 中國發展數字經濟為電訊行業 提供轉型升級新南海 摩根大通認為 在中資電訊公司當中 中電訊是中國數字化轉型的最大受益者 主要是由於中電訊擁有最廣泛的IDC 即是互聯網數據中心和運業務 以去年接近4,400億人民幣的營業收入計算 三大業務 移動通訊服務 雇網和智慧家庭服務 產業數字化服務分別佔41.9%、25.8%和22.5% 其中去年產業數字化業務收入按年增長17.8% 在三大業務當中增長最快 主要是由於IDC 即是互聯網數據中心 行業運收入顯示提升 期內行業運收入按年增長90% IDC收入增長1.3% 規模持續保持行業第一 中電訊昨天收報2.77元 形態上繼續沿著上升軌向上 策略上建議在近日低位 大約是2.77元附近收集 先以3月份高位大約3元作外目標